大家好,可能很多画友都比较喜欢扦插防止三角梅 大家看一下我这两颗都是扦插防止存活的 那么扦插三角梅有一个可能大家不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三角梅存活之后 一般它的枝条都是横着长的 很难长得出这种效果 也就是直直上来的这种效果 那么当我们的三角梅扦存活之后 我们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这颗三角梅长出这种状态来呢 那么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肯定是要经过人工的干预才行 首先我们这个三角梅前期长势不忘的时候 我们可以任日有它生长 像我这一颗是属于中等的 那么到了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 我们就必须要注意给它塑形了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新长出来的这些枝条给它竖起来 不管是用竹签固定也好 或者是用绳子绑也好 一定要给它竖起来 让它往上生长 不要给它横着生长 那么之前的这些枝条 我们就不需要理会它了 因为它已经老化 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慢 我们只需要保留给它做光合作用 把这些新长出来的枝条给它定起来 保持让它垂直生长 到后期长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做打顶 给它长分枝 然后逐渐的把底下的这些老叶片 老枝条给它修剪掉就可以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我这一颗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这些老枝条过段时间就要适当的给它做修剪了 我们只要保留这条老枝条 这段时间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也要注意尽可能的少用一些零严肃高的肥料 如果说大家把握不好的话 我们只需要用两种肥就可以了 第一种是有机肥 也就是这种发酵好的干养分 在这个土壤里面埋有大概10%就够了 平时给它用短效肥的话 可以用这种出生长型的有机营养液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每次浇水的时候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些新枝条猛创上来 等这些新枝条长到我们想要的高度的时候 再给它做打顶 然后给它长分枝 再把底下的这些老枝条给它处理掉 就像我这一颗一样 现在整个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这就是扦插成活之后 三角枚如何塑造形状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